大家好,我是小悠,今天继续带来长篇恐怖漫画《照明商店》第十二集,电梯 这天贤猪和往常一样,下了晚自习就回家了 走进单元门乘坐电梯的时候,楼道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好像有人在上面哭,贤猪感到很好奇 但晚上的是谁在上面哭呢?而且这哭声越来越伤心 就在贤猪打算上去看一看的时候,电梯门突然打开了 算了,还是别都管闲事了,别人应该是遇到什么伤心事情了吧 就在电梯缓慢上升的时候,贤猪从电梯玻璃窗看到有个人做着奇怪的事情 贤猪立刻紧张起来,那是什么,难道 贤猪想要立刻出去,于是就按下了最近的一层 此时,电梯已经来到了酒楼 贤猪走出电梯后,就快步冲向了楼道 刚刚那是几楼,好像是五楼还是六楼吧 八楼,七楼,六楼 贤猪一口气吓到了六楼,但是没有看见那个人 于是贤猪继续长下走去 五楼,四楼,依旧没有 咦,奇怪了,那个人跑哪去了 最后贤猪都来到了一楼,还是什么都没有 真是奇怪,刚刚乘电梯上去的时候明明从电梯玻璃窗看到的 难道自己眼花看错了,还是那个人已经离开了 为了确认一下,贤猪重新坐上了电梯,便死死盯着玻璃窗往外看 结果这一次,贤猪什么都没看见 那个人应该是走了吧 真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万幸呢 隔天晚上,贤猪又在一楼的电梯那里听到了奇怪的哭声 和昨天的声音一模一样,还是昨天那个人吗 怎么办,要不要上去看看 纠结一会儿后,贤猪果断选择了走楼梯 一楼,二楼,三楼 当贤猪小心翼翼来到三楼后,那哭声突然就消失了 不仅如此,贤猪发现楼道里越来越黑 咦,四楼的门怎么关上呢啊 虽然贤猪有些害怕了,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 继续向楼上走去 经过五楼和六楼的时候 贤猪发现这两层的门也都锁上了 真是奇怪,这楼道里的铁门以前从来是不锁的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呢 没等贤猪想明白,楼下居然传来哒哒哒哒哒的声响 等等,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有人上来了 于是贤猪俯身向下看 只见下面的楼道俯手上搭着一只手 由于楼道里太黑了,所以贤猪看得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只手越来越近 还有一层楼就要上来了 更诡异的是,那个人的手搭在楼梯扶手上 会发出一种非常尖锐的噪音 那种噪音就像是用支架壳挠黑板一样 对了,支架壳,难道她是支架女? 下一秒,一个中年大妈突然出现了身后并捂住了贤猪的嘴 此时贤猪的小心脏狂跳不停 是谁,是谁捂住了我的嘴 紧接着,楼下的那个手突然就定住了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然后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贤猪转过头,发现捂住自己的不是什么坏人 而是自己的妈妈 贤猪这才松了一口气 贤猪在电梯里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时间线回到昨天晚上 贤猪承诺电梯有个习惯 那就是喜欢盯着窗外看 就在电梯缓慢上升的时候 她通过玻璃窗看见楼道里有个人正在上吊 所以贤猪才会急忙按停电梯出去查看的 可是从九楼下到了一楼 贤猪也没有找到那个上吊的人 于是以为那个人放弃上吊,离开了 而今天晚上,贤猪的母亲不放心贤猪 就一路从学校跟着贤猪回了家 然而贤猪在一楼的时候听到了昨天的哭声 她就选择了走楼梯 而贤猪母亲选择了乘坐电梯 接着重点来了 当电梯上到三楼的时候 贤猪母亲通过电梯的玻璃窗 看到了支家女躲在三楼的铁门后面 并且三楼以上的铁门全被她锁上了 然后支家女继续利用哭声 引诱贤猪一直向上爬 等贤猪来到六楼后 支家女就会从下面追上来 因为支家女的目的就是把贤猪永远困在楼梯间里 幸好母亲及时出现 捂住了贤猪的嘴 从而也赶走了那个支家女 这一刻贤猪也终于明白了 母亲一直都在担心自己 她总是让自己早点回家 就是不想让自己遇到这些怪人 不过有一点贤猪还是觉得很奇怪 那就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母亲就不说话了 还有刚刚楼道里很安静 根本就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那母亲是怎么进来的呢 因为贤猪根本没有听到母亲开门的声音 赵明山殿第十二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到这里小伙伴应该都看明白了吧 贤猪的母亲就是那个大妈 因为她在入殿时口腔塞了棉花 所以她就无法说话了 这样也刚好解释了 为什么贤猪母亲一直对着眼镜叔说 自己不能死 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事情呢 因为她放心不下女儿贤猪 就算死了也要跑回来保护贤猪 小优漫画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